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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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Yan 在香港叫美食天堂 你很隨便可以找到 泰國、越南、印度、日本 很多餐廳任你選擇 但在日本 如果要找一間 南亞風情的餐廳 我都覺得不容易 上次朋友帶我來這間餐廳 我很喜歡 今天就帶Anthony來試試 吃什麼呢?就是一間越南餐廳 很漂亮 對,很有南亞風情 位置在哪裡? 這個位置就是在Orange Street 即是你們經常去買名牌的地方 快點選擇有什麼吃 先吃 有甜品巴 可以自己選自己筆 還有很多小食 我剛才點了越南的炸春卷 還有那些不炸的 蒸的粉皮 每樣點一個 飯、麵都有 不過我們來到就吃 這個越南火粉 Anthony也點了這個牛肉麵 有些應該是迎合日本人口味 吃扒也可以 哇,很棒 還有很多越南甜品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 所以我點了一個 裡面有蔥、三菜 還有這些葉 我先吃 什麼味道? 有沒有魚腦的感覺? 這個也是沒什麼味道 因為有些魚露混出來的汁 都可以,我喜歡 可能你不喜歡那些大葉 炸春卷 炸春卷 哇,很好吃 是不是很久沒吃過 有些南亞風情的東西很想念 嗯 很想去旅行 這個就是我點的 肉碎蝦仁河粉 其實我之前吃過一次 那個湯呢 雖然你看到好像清湯一樣 但是味道很濃 這個就是Anthony點的 月色湯河 不過它走光綠色的東西 所以現在這碗的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這間還可以給你自己加的 芫荽在日本買很貴的 如果你喜歡吃芫荽的話 就很棒得不得了 我都不好意思加太多 加上你的粉 加上去吧 還有辣椒醬 一會兒自己加了 いただきます 沒吃過這些可品 好吃 幸好剛才我們早來 現在已經敷了 整間餐廳 叫了一杯甜品 為今天這個午餐做個總結 不過呢 這杯甜品好像很流流 好像剛才的相差很遠 裡面有芒果 香蕉 還有那些珍珠奶茶的珍珠 先剁一下它 沒辦法就先吃一點蕉 完全不知道味道 有些椰汁味 人家有說 大阪是日本的廚房 如果我們生活在大阪這裡 可能還會找到更多好的食物 下次再介紹給大家 今天先說到這裡 記得Like、Share 按鈴鐺、Subscribe 還有最重要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拜拜 拜拜